人文讲堂 人生来到中场 你是否想过 你的家庭 你的职场 你的事业 有没有过什么样子的遗憾 你有想过自己有不一样的选择吗 今天的讲者是一位很特别的人 他先是一位体育选手 之后呢 他成为一位非常知名的电视主持人 可是有一天 他突然成为了一位画家 而且他的画还被送到了法国 在罗浮宫展示 他的人生开始走出了一条很特别的路 每个人都在问他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子的斜杠人生 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宽广 也尝到了更多人生不一样的滋味 今天就让我们来欢迎他 郭艳甫 分享他的斜杠人生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 就是他不停在改变 但是随着时间的成长 历练 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跟他呼应 这句话就是如果你不改变 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给改变 被世界改变的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淘汰 今天的主题是转职 今天的主题是斜杠 我想问现场的朋友 如果你的人生想要过得很丰富 想要过得很丰厚 成为斜杠人生的可以举手吗 每一个人都想 那我有一点小小的见解就是 我们如果把职业不要当作职业 就会变得很开心了 如果他不是职业 你还需要转吗 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一种概念就是 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劳力 甚至需要牺牲 才有办法换取微薄的薪水 转换一下 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人生 我们的人生跟事业一起经营 你把你的人生经营好 你事业就会好了 不太可能你把它分开 然后两边都要好 这是我自己的见解 那斜杠其实更容易 斜杠并不是要考一堆证兆 放在家里证明自己 贴满墙壁 然后证明自己很有能力 斜杠都是偶然的 在我生命中 我觉得斜杠就是两个字 斜杠就是为了生存 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 逆水 想尽办法 想要探出头来吸一口气 那这个想尽办法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有很多斜杠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飘没有办法 你可能就用脚踢 这是一种意念的转换 所有的危机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 工地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工地的前跟后 是不是长大之后 开始没有人了 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 他其实弄得很简陋 穿个黄色衣衣在指挥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心里就叹了一口气 我就跟我自己说 即将有人要被淘汰了 而且是大量的人要被淘汰了 社会只是会越来越进步 当你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有一天轮到你的时候 你再来准备 那已经太晚了 我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郭艳福 我从小做过很多职业 我是运动员 我是白米选手 我最快跑过十秒多 我当过广告明星 广告模特 我出过唱片 我演过戏 我现在是人家心目中的艺术家 怎么可能 这个会不会跳太多了 很多人说 你怎么变艺术家 你准备了多久 你做了哪些准备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重点是 你怎么有那个勇气 小时候喜欢画画的举手 对不对 各位长辈小时候 已经很久以前都还记得 但是我跟大家一样 我也举手 我小时候也爱画画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可能就是 我从那个时候画到现在 我画了三十多年 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画的时候是 五岁六岁的时候 外公带着我们去马场看马 那个时候我看到马 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生物 它的肌肉 它的骨骼 它的线条 它的节奏 它一股很温暖的眼神 深深打动我 请问谁可以把一匹马带回家 你敢把一个小白兔带回家 妈妈骂一骂就好了 你把一匹马带回家 把家里都塞满了 有一天我就出门的时候 我就在客厅拿着计算纸跟2B铅笔 插在口袋里 我就坐在树下开始画画 我想要记住那个感觉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样 小时候也没有接触相机 当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发现 我的天啊 我的这辈子会跟别人很不一样 我有一个人可以陪伴我的 我可以跟自己说话 跟自己对话 世界上有哪一件事情可以那么好 你想要跟谁在一起 就画在里面就好了 你想要去外太空 就画在这边就好了 你想要坐船坐飞机 坐牢师来自坐法拉利 你画在里面就好了 重点是什么 你不用花半毛钱啊 多好 世界那么大 纸张那么小 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是造物者 我们的教育没有给你这种信心 一路上我怎么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当兵 出车会 一直到后来当了演艺人员 主持人 一直到今天 我的包包里面都会有一本sketch 我随时都会记录 他就像我写日记一样 所以很多人会不知道 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没有人会把日记给人家看吧 你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我昨天喝一个红豆汤 好难喝 不太会有这种状况 因为这是生活中的小事 我印象很深 在国中的时候 我是美术课的小老师 就是班上了美术课 然后每一班上美术课都会来 我来帮老师做示范 然后老师有一天给我两张纸 艳甫 你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我就想 真的假的 我怎么可以 他给我两张纸叫我画一张西画跟一张国画 所谓的西画就是水彩 国画就是水墨 我画一样的题材 我画一个茶壶 然后一个布 然后一个很基本的禁物的那种概念 画完之后 我得了第二名 我的天啊 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功课不是非常好 可以说是很不好 然后上司令台颁奖的时候 同时我是颁完体育奖之后 我后面超长 后面的司令台绕了一圈再上来之后 我再颁一个美术奖 那一学期我又是代表我们学校的模范楷模 这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我每次在发考卷都被老师骂得乱七八糟 但是我是模范楷模 这个世界怎么了 回到班上我看到我们班第一名 用那种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我那个时候国中生我就发现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你们都一样 所以这条路是很孤单的 因为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毕业的时候老师问我说 你要不要有一个学校高中的美术班 你可以保送你要不要去 我说 老师等我一下我回家问 我去问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学长 他是念复兴美工 我问他说 除了学费之外 学长你告诉我 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眼睛闭着听他讲 我后来非常落寞 我很失望 我觉得人生从此之后变成黑白 我那么小我就不能做我想要做的事 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 他说要万把块 算了吧 我没那个命 结果后来我就拎着我的 Nike短裤跟钉鞋还有背心 我就去跑步了 我在大鹏高中的体育班 但是当我在跑步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到底有多爱画画 你们知道吗 人生要去经历很多很多 你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 你才知道你有多爱 如果你真的顺理成章就这样去了 我跟你说 你不会珍惜的 我那时候才知道我到底有多爱画画 我的身边都是铁饼 镖枪 牵球 练球 撑杆跳 三千公尺障碍 长跑 马拉松 都是这些选手 都是很比较粗犷一点 但是他们知道我在画画 那时候我画了大量的运动员 我们接受的媒体都是世界杯 奥运 世界田径锦标赛 Michael Jordan Ewan 都是巴克里这些运动员 我那时候画了很多运动员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 非常重要的养分 我后面又跟大家分享 我后面又跟大家分享 因为画画这件事情 人生当中出现了很多 很难以解释的一些奇迹 跟很美妙的事 然后后来就是当兵了 当兵的时候 班长他有一次 就是问我们这些大头兵说 美术公差两名 我就跟着举手了 我很不要脸 我也不怕人家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履历上面写 台北市立体育学院 你又不是美术班 为什么你会画画 不管 先举再说 我为什么要出来 我要学习 我要学习正统美术班 他们画画的节奏 画画的开始 我看别人 我才有办法解释自己的方式 才能够有一套自己学习的方法 后来退伍之后就很顺利 后面大家都看到 我就成为演艺人员了 然后就出唱片干嘛 后来主持的节目 我最多的时候 有主持到四个节目那么多 我去出外景的时候 在关岛 在夏威夷 在巴黎岛 在很多地方 我的行李箱 这边是衣服 这边是画具 什么画具呢 水彩 蜡笔 粉彩 能够随时描述的东西 我都放在这边 我早上起床 我都会在饭店里面画画 尽管前一天拍的再玩 我都会起来 因为我是个早上的人 为什么我早上的人 因为我们是运动员 早上要晨操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七八点 以前就会起床 然后你们知不知道 今天一个外景节目 如果他要拍一个日出 他大概三四点就要起床了 尽管狂风暴雨都要去 为什么 因为搞不好天亮之后没有雨 那在车上 大家其实都在睡觉 我在干嘛呢 我把外套披起来 变成一个小剧场 我在看YouTube 我在看画家画画 我在社群网站 去加画家的朋友 我在听艺术史 工作时间之外呢 我准备要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工作时间之外 我去上艺术史的课 等于是补习啊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看哲学 看科学 看历史 看人文 看地理 看政治 看人类学 我觉得压力这两个字非常有趣 压力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啊 不想做就有压力了 你追一个女生 五点钟你都会送早餐 你都不觉得有压力 早上八点上班你会有压力啊 我们没有在训练我们自己思考耶 我们没有在训练我们自己为什么 我们是跟着群体的意识 这个又是压力 你不想做就有压力了 你想做怎么会有压力呢 其实就跟刚才那个问题是一样 你很爱啊 你真的很爱 求之若渴 永远觉得自己很不够 永远觉得自己差一点 永远都还差一点点 永远都差一点点 你就会活得很兴奋了 但是到我到12年 13年 11年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人生需要有点转变了 我觉得人生的转变是你始料危急 跟你无法想象的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做了什么 之后我们转变 并不会是因为我看了什么书之后我转变 我不会随便乱看书 为什么 看书会迷惑自己的 我看书是为了找答案 我有答案才去看书 我听你讲我也不会一直抄 你不可能20分钟抄完一个人的生命经验 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无用不过生70亿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跟理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到2015年的时候 我就毅然决然 我就按着电视台的电梯 到了顶楼 大家知道顶楼都是高层 我脸皮很厚 我就说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你可以帮我找主持人吗 两个月的时间好吗 我记得我最后一场录影的时候 是在士林夜市 那时候转身离开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非常 不知道会不会成真的那种感觉 还是会有点彷徨 有点害怕 但是当我都准备好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契机就来了 我第一次要办画展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艺人 不会因为你是艺人 而变得非常的容易 大家拿非常非常大的放大镜看着你 其实光环一点用都没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光环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用出去人家已经认识你了 但是人家认识的你是否定的 所以一路上它是会有很多挫折的 但是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这个人不把挫折当挫折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在跑的是马拉松 我们很累了 跑到42K 是20几公里 旁边人在聊天 闲言闲语我听不到 而且会对你闲言闲语的人 不会只对你 所以不太需要太在意他们 所以我们要用更少的时间 花更多的学习 有效的学习 更努力去达成你心目中想要的目标 我是一直在完成我梦想画面的人 我是用画面在构筑我自己生活生命的人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将来大概会怎么样 OK 我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会让自己没有退路 我在网路上也认识了很多的艺术家 人家都会按确认 但是他们以为我是玩玩的 但是大家觉得你玩玩的 玩久了他就当真了 我自己去毛醉自剑 自己租了一个场地 自己办了一个画展 它的响应还不错 接着后面一次一次的机会就来了 那一年是我决定2015年的同一年 后面就发生一连串 我觉得我运气很好的一个阶段 开始有展览的邀约了 开始出国展览了 包含最近的法国 在之前我去伦敦展览 后面我今年还有一个计划 就是在意大利还有韩国 台北可能也会有一个展览 现在后面就走得越来越顺利 我有时候发现了很多回头的惊喜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惊喜 我在去前年的时候 前年的时候在台东美术馆住村的时候 我准备了一个150号的画布 我打了一个草稿 那个地方是台东市跟台东县的中间 它有个麦当劳 OK 然后我打草稿之后 我在美术馆 从早上9点钟等到下午的5点钟 我让民众上来画画 画完的时候 其实连续20天我其实蛮累的 我有朋友跟我说 艳甫你要不要把这个画 直接拿到现场去拍张照 那我就在想 好啊 可以啊 因为我们常常看一些自传 毕卡索 凡古的自传 他们有一些黑白照 那我们总不知道这个几百年后 会不会变成一个历史画面 我就去拍 我就拿上去拍 因为画很大 你走在路上其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我就拍了三张 拍完之后 就把画运到美术馆 然后车子拿去还 我就一路开回台北 但是在高雄休息的时候 在休息站 我朋友拿着相机跟我说 艳甫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你画的画跟现场一模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它蓝色的车子跟白色的车子 同款式 因为我们自己在录影 我们自己知道 如果要弄这样的一个角度 还有这个巧合 它是需要安排很长时间的 还有它的红绿灯 都是一模一样 从那个时候 我就心里告诉我自己 我当初做的决定不是错的 OK 除了这个之外 长大之后 台北办了世大运 我看到新闻上 看到卡尔路易斯 我遇到卡尔路易斯 我在世大运拿着我的作品 我等他等了三天三夜 后面真的没有办法 我家人跟我说 卡尔路易斯最后在那个哪里等你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我就把我小时候画的画拿到现场去 我排得整整齐齐等他来 当卡尔路易斯走进来的时候 我全身鸡皮疙瘩 我说你是我心目中的爱豆 你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 人生有很多的遭遇都是后面 你不求所得之后 你才得到的 在这个之后 其实一路上的惊喜 后面的展览就非常顺利 一个策展人来我的脸书敲我 去展览 说在法国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在罗浮宫 我的人生目的不是为了罗浮宫 而且这个是我没有去的 莫名其妙 所有的际遇都来自于 很长很长时间的累积跟坚持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 并不是我非常的努力 或是我一直很执着 一直很怎么样做的一件事 我们要像一杯水一样 它永远到不满 它永远到不满 永远到不满 你就会一直获得很多的养分 一直获得很多的养分 不要把坚持当坚持 人生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小功课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明年的今天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我们要干嘛 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你可以有一种选择是 早上起床 我把我的阳台打开 阳光洒进来之后 我泡一杯咖啡 开始享受我今天美好的人生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转职 跟斜杠 我们要经营的永远 不是工作而已 我们要经营的是我们的人生 人生经营好了 你就什么都会经营得好 我觉得认识自己 是人生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们常常没有花太多时间看自己 我们有没有试着照镜子 照超过两分钟以上 没有人会这样的 大家觉得漂亮就走了 你看两分钟 你会发现 其实镜子里面的你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你会对你自己越来越陌生 当这个问题开始产生的时候 你就会去寻求答案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不停地在找问题 找答案 找适合自己学习的方法 我知道我们经过小时候念书的阶段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 按照很传统的方式学习 所以我就用我的方式 我看我能够吸收的 然后一路上要怎么样实践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自我肯定的价值 跟你要相信很重要 你要相信你才会做 如果你不相信你不会做 那怎么样才会相信 我们的人生 其实会经过很多的经验 很多的经历 而慢慢慢慢修正 去判断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什么事情是能够 让我心能够过得去的 要不停不停地访问自己 不停不停地检讨自己 你会慢慢了解你自己之后 你就会做出一个对的选择 你就会把自己做好 你就真的什么都做得好了 你唯有把自己做好 你就可以控制好自己 你就可以控制好很多事 你不可以被事情给控制 如果你被事情给控制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很忙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越忙的人其实越有空 因为所有很忙的人 他都是把时间都安排好的 对不对 越忙的人他真的是越有空 其实很多话其实 后来想一想 其实他都是非常有道理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价值 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样的生命流程 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事 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就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运气就会好 这就是运气 不要负面 负面的人生 对我们的人生 绝对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大家活在这个世上 都是为了寻求希望才活下去的 努力很重要 坚持比努力还要重要一点点 我们本来就独一无 七十一个人没有人是长得很像的 所以我们生下来就与众不同了 所以你要坚定自己 相信自己 肯定自我的价值 找到信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其实我那句话就是 把你自己做好 你就什么都做得好 什么都做得对 做人家不敢做的 做人家没做的 做人家没想到的 最后我的金句 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没人的路 会让你很害怕 不过没人的路 最宽广 谢谢 我是郭彦甫 这是一个被演艺圈耽误的 艺术家的故事 斜杠人生并不是目的 而是一连串的 关于认识自己 关于不断地争取 不断地不愿意自我放弃的 自然而然的过程 谢谢郭彦甫今天带给我们的斜杠人生 人文讲堂 我们下次见